你好,今天是2023年9月24日 想和大家讲一下财经新闻的解读 第一单我想讲的是昨天有一个新的楼盘 就是路径发展在屯门的海和山 它有三千票收了 但最后卖到的单位是三十几个 四十个都不到 占推出来的大概是两成左右 其实就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它推出来的价钱 新盘在屯门市场已经是最低 但也吸引不了买家可以一青袋 即是证明整个市场的购买力 比人的想象中还要低 再加上昨天已经是第一个楼盘 是可以享受到整个楼花 是可以九成按揭的一个优势 那都卖成这样的时候 证明市况大家突然间的降性需求没有了 突然之间大家对楼宇的吸引力就打折扣 那讲了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真正经济是差 第二那个利息是高 是吸引不了它 因为现在如果以四厘多的按揭利息 和租金回报 现在都是租平的工 未吸引到那些人 是要去有逼切性的买楼 还有大家都看到现在的供应量是会越来越高 那发展商要去买楼就要去减价 才可以卖得到 那大家真的没有那个逼切性 那第四就是那个人口 人口结构现在是一个倒转的三角形 或者一个V形 就是你看到幼稚园现在的收身不足 那个经营者都告诉大家 刚刚在三四十岁 有小朋友那些 那个移民是最厉害的 昨天也拍了一条片 香港是没有正视 连数字都不敢去正视 更何况是去想办法 去怎样去留人才 不要说是抢人才 那我想说回 有些关于那些观众 就想问 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形 有没有办法可以扭转 或者是怎样去面对 那其实我之前过了很多集 我说未来的那个寒冬 是比你想像中是大 那跟任正非说的一样 今年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那这样的时候你自己要想清楚 自己是否有一个条件 可以在逆市里面 收入都会是逆行增长呢 如果你觉得会是 那你不用听我说 那这些人最简单 就是在政府做的 这些一定是逆行增长 第二 有些人就会有他的办法 找到那个增长的方法 那这些也不用我说 正回来的 可能他们的增长 是跟大围的经济有关的时候 昨天也说过一段 陈继宗也说过 香港是面临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或者我所说的 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是同一样的东西 香港做不到那个中介人的角色 就是东西方中介人的角色 那你怎样可能有那么容易有增长呢 那其实现在未来看到增长的地方 是会得两三个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的一带一路 和中东 那这个你要花时间去心间 要去做 那我朋友跟中东有一个联系 最近他走来找我 但是人家是铺排了时间 在中东那里 才会得到这些关系 就是人家可以看到 沙尼阿拉伯的王子 但是人家是花了时间去铺路 去走去铺排这些 将来有机会达成的合作 那这个人家是花了时间在那里 就是你不可能 什么都不做 啥一声就可以做到 第二就是说一些叫做 web 3 web 3.0 就是大家不要经常想 那就是去炒币 是想怎样去用web 3的技术 是帮到人家 是去将那个业务提升 或者是将那个效率提升 那这个呢 也都是有功用的 就是等于我之前说过的 殯儀业4.0 就是说你可以做到一些虚拟人 是你的先人来的 你是可以跟他对答的 也都可以消一些NFT的衣服 代替去消衣 这些是解决了人家内心的痛点的 这些就是一些真真正正 会是增长的业务 第三就是说一些很虚拟的东西 ESG 炭中和 以及气候相关的东西 因为看到最近 克里又和韩正见面 就是说气候变化的东西 大家都看到 现在美国和欧洲 就在气候变化议题里面 就是欠这个话语权 欠这个定立这个标准 所以你看到在联合国 未来的大会里面 中国和美国是没得上台发言 反过来欧盟就是可以 跟着 或者其他国家就可以 那这个他是希望 淡化了中国和美国的角色 那你就看到 现在英国是把他的电动车 那个禁止柴油车 由2030年移到2035年 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环保是需要钱去推动 那么那个 没有那个经济去支持得到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年份 就移持五年 接着第三看到的东西 就是中美 大家很想去谈 一个新的环保的标准 你发债的标准 你绿色项目的标准 不要跟欧盟的标准 因为一定拿到标准的时候 有很多钱是在那儿找的 那这个呢 都是那三个大未来增长点的时候 就要看你自己的做法 会不会在那边 是有些业务是可以拿到的 但是这些是你需要去摆时间 去研究 不可能就是说 我说的方向给你听 你一声转就转 不可能是需要自己花功夫去学习 或者去研究 了解中东的文化 了解一带一路的文化 去开拓的人物 web3里面 去真是深思细想 怎样可以将现实的东西 可以解决到别人的痛点 用web3的技术去做 接着 炭的气候变化里面 怎样去适应气候变化 怎样去减缓气候变化的项目 你怎样去想想 这些不是我说几句就可以了 是你真的要去花功夫 从学习开始 第二个就是 这么艰难的日子 一定是降级消费 即是说 你要保留很多实力 留下些钱 不要那么躁动 大胆地去投资 因为现在投资 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个很高的回报 反过来你做定期 轻轻松松 你还会有惹 第三就是说人口 香港经常说错了 是抢人才 其实人才来来很简单 你那里找不找到吃 容易找到吃 那些人就会吸引你 大家记得 以前有一套电视剧 叫做《网中人》 周润发、阿燦去做 廖伟雄去做的 说内地人千方百计 都要冒着风险 游水过来浸死也好 被老虎咬死也好 他都要游过深圳河 过来香港 躲在火车里也好 都要来香港 千方百计都要来到香港 那来到香港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土壤 是有 找到吃 经济环境是放开的时候 有部分人 因为他有那个斗心 那么强的时候 那 他们是会在香港 就算他那个教育程度不高 或者是那个文化水平不高 但是经过他的拼搏 都可以闯一回事业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香港 那么多传奇的 创业的故事 向上爬的故事 就是这些人的斗心就非常之强 学习能力非常之高 那这个就是 说的是 如果你的地方 是找到吃的时候 就会有人才出来 那么 这个 不需要去抢的 就是有很多内地的省市 很多人才的计划 有什么凤凰人才的计划 每个省市都有的 在那些开发区里面 就说 你如果是诺贝尔得奖者 什么名校 最高的100家名校的博士生 如果来我们那里去进驻 有一千万或者一百万的奖金 又给一套房你 跟着你一些普通的博士 又给一些优惠你 又给你优惠去买房 或者给几十万的进驻的费用 去吸引你 给钱去吸引 那如果是诺贝尔得奖者 或者是那些 100大学的博士 都未必会选去那些地方 因为他有大把的选择 那就是说 你出钱 未必出现金 都未必吸引到那些人来 更何况 真真正正的人才 他们只会去找到吃的地方 或者跟他同理念的地方去生活 那香港 现在 我经常都说 那个移民潮未完 为什么呢 因为是 尤其是金融 金融业 我觉得是未来一个重灾区 我不是说保险业 我是说帮上市 金融服务 用资 那是一个重灾区 因为那些 律师也好 或者是做老子牌 帮别人上市 或者是相关的 没有在5万到10万的人工里面 那是面临被人财源的重灾区 即是股票交易又不好 股票的IPO的值位 又去到第8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面临 因为生意不足 是会被人财源 那财源呢 你要他做回那些三万多元的人工的工作 那些人未必会做 也都不会愿意降格去做 但是 他们为了面子 有机会是会去移民外国 就算做男领都好 没人知道 没人会理他 因为他脱离了香港 他们的姨妈姑姐亲朋戚友朋友 不在隔离的时候 令到他的面子可以保留 就算在外国里面做男领 因为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 是为了自由 为了我要去感受一些新的生活 是给到一个自己的鞋台阶 令到自己会过得好些 或者真的可能他在工作环境里面 拼搏得那么久了 要去过一些新的生活 那这些都是一个好的理由 令到自己可能因为以前有这么高的机会成本 不可以这样做 现在真真正正被人理裁了 也找不到类似的工作 这么高薪的工作的时候 便走去外国 做一个重新的生活 去重新的生活 去重新的生活 这是无可厚非 那也不会令到自己的面子 是会过不了的 因为说真的 你要去承认自己是被市场淘汰 要那个面子是很重要的 不理那个女子 女子就是说钱 这样的时候 唯有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再开新的天地的时候 便会说过去 即是等同我们去投资项目 以前我们经常都要看一个 叫做Pastor Analysis 政治是第一 第一 因为有很多人 政治的意见不同 亦都是其中一个藉口 是离开香港 可能他以前在社会运动上过街的时候 以前有高薪厚职 不可以去外国 但是现在 因为那个工作没了 他可能都是找回自己的政治理念去离开 也不奇怪 刚才说了 Pastor Analysis 就是我们去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经常拿出来 去考虑的条件 第一个我们考虑的P 就是Political 就是说政治 就是去看那个政治 究竟地缘政治 或者那个地方的政治 是否稳定 我是第一个考量 第二个就是Economics 那个经济 究竟你是增长 放缓 以及哪一个行业 会有发展的潜力 这是经济 接着就是社会 在社会里面 社会文化跟你对不对 那里的 譬如是 你是打算做 卖猪肉的 原来那里是伊斯兰人的文化 不吃猪 那你就做不到 或者是男女平等 衣服 有些人蒙了口面 你又可以卖泳衣 那你很难去做 接着就是技术 技术 技术 那边会不会有呢 可不可以移植到过去呢 他们学习的新技术的能力 有多高呢 又是了 接着第五个就是E Environment 就是说 那个环境因素里面 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环保条款 以及他们的环境 气候 合不合你去做的行业 最后就是说法律 这个 他们的法制 是不是合适你们呢 是行的是普通法 还是行大陆法 他们的司法制度是怎样 你赚到钱会不会出到回来呢 这些都是一连串 我们如果是做国际性的投资的时候 要考量的东西 那我们这个分析 我们就叫做PESTEL PESTEL 每一个字 英文字母的前面 就代表我们应该要考虑的东西 是给大家一个 是相对全面去考虑的东西 那么自己曾经都帮公司去用这些分析 分析是去印尼 去南非 或者是其他国家 是去考虑投不投那里 那么东南亚一带一路 其实那个风险相对来说是高 因为他们的政治 相对来说不稳定 泰国经常有两个党在这儿争 跟着无端端就会有军 就去压低他们的两帮人士的诉求 要泰王出来去摆平 跟着你看看缅甸 隔了几年了 有些究竟是军政府 民政府 两个争执 马来西亚也是 有些总理 西凯蒙尘就会去坐牢 跟着就复出 很多是政治的问题 令到他入狱 那这些是令到很多时候 你因为政府的不稳定 令到你的投资 是没有得到保障 那这些以前香港有很多的企业 包括合和 包括保光集团 都比较漂亮的 那这些都是一些大家要去考量的问题 今天想讲的题目就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